不用多说,AMD的03架构在超越英特尔方面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对于游戏玩家而言,03之后最受大家期待的就是04了 而现在关于04架构的部分参数也有了最新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从目前来看,虽然英特尔年前就公布了11代酷尔的详细规格 但直到现在也未正式推出,而造成这样的情况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10代酷尔的降价,让不少玩家为此表示真香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特尔并未做好万全的准备 毕竟11代酷尔的说明也不过只有一年 而10nm工艺的12代酷尔才是英特尔最想发力的产品 但这对AMD来讲肯定是丝毫不慌 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,其实在Zin3架构之后 AMD并不会直接推出Zin4架构 而是会使用Zin3加架构来进行过渡 至于Zin3加架构,早在去年就已经得到了曝光 具体来看,据VideoCards报道 Zin3三架构桌面代号为Warhole 移动端代号为Rebellent 其接口依旧会和Zin3一样采用AMD4插槽 而DDR4 PCI-E 4.0这些也会同样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,Zin3加将会由台积电6nm工艺打造 拥有8核心16线程设计 并且会在移动端中首发加入DDR5内存 除此之外,它将会和11代酷尔一样 是最后一代支持AMD4主板插槽的CPU 而在此之后的Zin4也会换到AMD5插槽上 另外,从目前曝光的消息来看 Zin4架构将会和Zin3加架构一样 拥有两个代号 其中桌面端的代号为Rebell 移动端的代号为Fenix 但两者都会由台积电5nm工艺打造 支持DDR5内存以及PCI-E 5.0技术 同时也有传言表示 由Zin4架构打造的骁龙EPEC处理器 Genova将能达到96核192线程的恐怖规格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将有可能见到18核甚至是20核的锐龙7000处理器 至于Zin4架构的基准频率是多少 能效比又会有多大的提升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 其提升幅度应该不会选择于Zin3至于Zin2 最后从AMD公布的更新机会来看 基于Zin3架构的锐龙6000系处理器 将会于2021年年底公布 而基于Zin4架构的锐龙7000系处理器 将会于2022年公布 所以各位玩家们就敬请期待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波尔棠 我们下期再见啦